你好,我是黄海,欢迎来到我的课程,中国消费产业报告 上一讲,我们讲了喜茶是怎么通过打造品牌,把产品塑造成消费文化的重要工具 这一讲,我想给你讲一个你可能还没有听过的新品牌,叫三顿半 我先介绍一下,三顿半是我在2018年投资的一家新消费品牌 它的主打产品是原创的精品速溶咖啡粉 之所以叫精品速溶,是因为过去的速溶要用热水冲,要搅拌 但三顿半可以用冰水冰流奶来冲,而且不用搅拌,三秒钟就自己溶解了 速溶咖啡为了掩盖苦味,会加奶精和糖,但是三顿半都不加 很多资深用户评价,三顿半的味道跟现磨咖啡差别不大 从三顿半这个案例,我想带你重点看,在新内容的趋势下 消费品牌的重要新法,用户共创 要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这句话我们听得很多了 那谁来定义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呢? 是品牌,还是消费者自己? 三顿半的选择是,不仅把用户当作消费者或者口碑的传播者 更把用户当作共创者 2019年,三顿半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 2017年,它的年销售额在1500万左右 2018年实现了翻倍 估计2019年能比17年翻到10倍,到达1.5个亿 2019年天猫双十一,仅仅一天,三顿半的收入就超过了2018年全年 三顿半登顶了天猫双十一咖啡类目的销售第一名,超过了雀巢 国产品牌成为咖啡行业的第一,这还是第一次 为什么三顿半能成长得这么快呢? 它不是打广告砸出来的,它主要靠用户的自发传播 衡量用户是不是愿意自发传播? 有一个指标叫成图率 也就是说,买过产品的用户,有多大比例的人愿意拍照片分享 Tony是美食社区下厨房的创始人 他告诉我说,三顿半在下厨房上的成图率要比其他产品高出一个数量级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三顿半的创始人吴俊很注重引导用户产生自发传播 他给我总结过用户自发传播的三个核心点 第一,是新喝法 官方会有意引导用户晒出自己的喝法 除了用冰水、冰牛奶来冲 还能加冰淇淋、椰子水、豆奶、燕麦奶等各种饮料 这个动作不仅好玩 自己创作出来的饮品,用户也更有动力去分享 第二,就是新包装 三顿半的包装没有用年价的塑料袋装,而是把产品装在一个三厘米的小盒子里 包装盒做成了彩色咖啡杯形象的塑料小盒 可以像乐高一样堆起来,小小可爱 很多用户会忍不住摆在桌上拍照,分享出去 我在文稿里放了一张图,你可以看看它的包装 这个包装有多受欢迎呢 淘宝上专门有店,是卖三顿半喝过的包装 这说明,这个包装好看到,有用户愿意为它单独付费 第三,则是新消费场景 三顿半会强化它的特殊使用场景 比如出差、户外、登山和旅游等等 三顿半的产品晒图里,出门在外时拍图的比例 通常比日常生活中更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激励用户自传播的方向 不再是传统的市场促销、做活动 而是围绕着产品本身 三顿半的产品是自带传播性的 在设计之初就都考虑在内了 咖啡的新包装、新喝法和新消费场景等等 都给新内容的传播贡献了养料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高传播性并且完全原创的产品 是怎么被打造出来的 首先,在产品需求的交叉地带来做技术创新 三顿半火起来之后 很多人问我 这么有创意的团队是什么背景呢 听到答案都很意外 三顿半是一家在长沙的公司 也没有大公司高管的背景 创始人吴俊大学毕业之后 先在北京做广告策划 08年回到长沙创业 做过烘焙 也做过家具用品 直到2015年才摸索到咖啡行业 有了三顿半这个品牌 吴俊最开始卖的是瓜尔咖啡 后来又卖过精品咖啡豆和手虫咖啡壶 这些产品市面上很多人在卖 不过从一开始 吴俊就做了一个不同的动作 三顿半经常去下厨房发布产品 跟用户交流 培养了很多种子用户 在每一次迭代产品的关键环节中 吴俊都会把样品送给下厨房平台上的达人 和重度用户 遵循他们对产品的意见 来迭代下一个产品版本 只有这群挑剔的味蕾都认可 那产品质量才算是过关 在大量的用户反馈中 吴俊发现喝一杯既方便又好喝的咖啡 这个需求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满足 在现有的解决方案里 手冲是最好喝的 但是最复杂 速溶是最方便的 但是味道不好 吴俊就想 有没有办法能兼顾方便和好喝这两个需求 他们把目光投向的改造速溶 虽然星巴克和瑞幸这些现磨咖啡 在这两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但是速溶咖啡依然占据了中国咖啡市场70%左右的份额 天花板非常高 吴俊就去找供应链来实现 他找了一家只有几个人的生产工作室 一起来研发怎么样速溶咖啡来保存最好的风味 传统速溶难喝是因为豆子品质原来就不算好 再加上工业流程中要经过好几轮高温高压 咖啡原本的风味都流失了 为了保证口感 吴俊想到了精品咖啡里会用的低温萃取方式 虽然耗时长 但是能保持咖啡原有的风味 工厂的负责人也觉得这个产品想法很酷 答应和吴俊一起来尝试 可市面上没有现成的流水线能满足 三顿半就给工厂提供了无锡贷款 支持工厂购入了萃取设备 一起重新设计了萃取流程 最终实现了创新 随着三顿半的成长 合作工厂也从最开始几个人的小型工作室 成长为超过一万平米 产能数亿的现代化工厂 这是一个由需求去推动技术创新的产品 而三顿半的产品创意能最终落地 也受益于中国丰富的供应链 工厂能够积极响应品牌创新的需求 完成了技术创新 产品打造并没有到此结束 我们在前面几讲中讲了 这一波最大的变化 就是新内容的变化 越容易在新媒介上呈现的产品 就越能够被广泛传播带货 咖啡好不好喝是看不出来的 那吴俊和三顿半团队 是怎么样用户传播起来的呢 那就要靠第二步 设计包装 包装一定要好看 颜值及正义 我们前面说过 三顿半的包装已经好看到 能在淘宝上卖二手了 这个包装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想出来的 三顿半每设计出一款 都会在下厨房上听取用户反馈 几轮交流下来才选中的 第三步 玩法 留足给用户选择的空间 按照咖啡豆的不同 和烘焙程度 由浅到深 三顿半会把产品分成六种 标上一到六的编号 每一种咖啡有不同的风味 三顿半还会推荐每一款咖啡 最合适的喝法 是加牛奶 还是加热水 用户既可以只喝自己喜欢喝的口味 也可以各种口味都尝试一下 但如果只有六款产品 时间长了 用户也很容易没有新鲜感 三顿半在基础款之外 还会不定期的推出零号隐藏款咖啡 跟其他文化品牌合作 或者大师手冲咖啡的限量款 通过隐藏款不断的上心来刺激用户 也让产品的品牌内涵更加丰富 而贯穿口味 包装和玩法这三个方面 三顿半的产品定义 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户共创的过程 吴俊设计了大量的用户调研问题 通过达人向他们的粉丝收集反馈 例如不同风味的产品 更喜欢哪一种 哪种的包装形式更好 你会送你呢 还是自己喝 三顿半主要会跟用户讨论产品的体验 从开箱感受 产品操作 说明指导 风味口感 包装规格等等 用户都会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建议 当然 用户的意见 他们也不一定会照单全收 吴俊说 他更多的视从中发现趋势和细节 用趋势去把握用户需求 用细节把产品交付得更加完整 三顿半跟用户的关系 还没有在购买这个环节就结束 还有第四步 回收 包装很好看 但喝完了就扔 也很不环保嘛 三顿半就设计了返航计划 在每一个城市设置指定的回收点 用户把空杯子拿到现场回收以后 可以免费得到三顿半的周边小礼品 和兑换新咖啡 回收地点都是三顿半精心挑选的合作伙伴 比如在书州啊 那就是在成品书店 这也加强了用户对三顿半调性的感知 这个活动让用户享受到了实惠 还参与了环保 提升了意义感 也提升了对品牌的粘性 三顿半和喜茶的崛起 我们都可以套用一句追星粉丝的名言 始于颜值 限于品质 忠于品牌 年轻用户一开始是被产品的颜值吸引 比如喜茶的饮料和三顿半的包装 尝试了产品之后 产品的品质要经得起考验 最后再加上品牌的调性 符合年轻人的价值主张 最终就能产生精神认同和品牌忠诚度 三顿半对其他品牌最有启发的地方在于 它改变了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把需求定义 产品定义 产品传播 这几个核心环节 都纳入了跟用户的交流互动当中 和用户一起共建的品牌 不仅有非常强的传播价值 也会有忠实的粉丝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最开始给三顿半的评定 新内容 三顿半靠包装设计 就引起了用户自发的传播 四颗心 供应链 三顿半利用供应链资源做创新 实现了自己的新需求 五颗心 新用户 三顿半和用户一起共创产品 五颗心 这一讲 我想给你留的思考提示 你有看到过其他什么品牌 会把用户纳入到产品定义的环节当中吗 期待你在留言区的分享 你也可以把这一讲分享给做产品和关注用户反馈的朋友 好了 我们讲完了洗茶和三顿半这两个典型案例 在下一讲 我会给你分享一下整个饮料行业的发展趋势 谢谢大家